988新闻线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湘君 来到了晚上七点半 今天的988新闻线呢 是8月28号就是星期五 星期五我们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做的 没错就是跟你讲油价啦 那最新一周的燃油顶价呢 从就是明天开始的一个星期里面 其实是看到了三连涨的 不过柴油呢就是会下调 RUN97和RUN95的价格 就是上涨一仙 就是如果是RUN97的话 美工正二令吉二仙 然后95的话就是一令吉七十二仙 至于柴油呢 则是下调到一令吉七十八仙的 新闻主线 我们来关注这个市邻区的补选啊 州选民呢 其实受促要依照这一个建议的时间 去投票避免群聚 胡同和一党领袖都认同近期大选 那沙巴州的这个州选举呢 就会成为风向标 东西山说国庆廉价 一定要遵守SOP 而且呢 要提醒大家避免大型的群聚 是不是会延长RMCO 首相今天晚上八点就会直播揭晓了 这个 真的是万中瞩目啊 这个会复原期行管令 RMCO会为延长 等一下八点 现在倒数大概还半小时就会揭晓 但是你先精精来听我们新闻线 对 首相墨油丁就会等一下透过直播 讲一下这个演说关于这个复原期行管令 我们猜测他会不会宣布 这个延长 或换一些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之前有说过了 我们这个复原期行管令RMCO 就是从六月十号到八月三十一号 八月三十一号就会结束RMCO 下个星期一 那会不会延长 其实我们都一直有看到那种蛛丝马迹啊 很多部长啊 或者是卫生总监也有说过一些话啊 像是首相署部长李端 在过去的星期一就有预告RMCO会延长 而且政府会收紧SOP 还会提高违反SOP的罚款数额 接着呢 就看到企业集合作社发展部长望朱乃迪 他又说RMCO是会延长的 以避免大马爆发第三波的这个新冠疫情 他认为政府其实必须要继续去强制大家 戴上口罩 然后保持人生距离以去阻断整个新冠病毒继续蔓延下来的 那再接下来三天呢 将会是国庆的廉价嘛 就是今天星期五了 所以大家很开心啊 但是开心归开心 千万不要得意忘形哦 因为卫生总监诺西山就提醒我们大家 必须要继续遵守SOP 不要参与任何的大型群聚活动 他强调我国就从这个 我们从8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强制戴口罩的措施嘛 也就是在拥挤的公共场所 公共交通 还有难以保持人生距离的场合 都要戴上口罩 可是 接下来我们也陆续有看到很多这个 病例 还是不断每天都有 没有回到这个所谓零社区病例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也是需要保持警惕 那今天这个新增病例呢 也是连续两天各位数之后 再回到了双位数 截至中午12点的时候 我国新增10宗确诊病例 其中的两宗是本土感染 本土感染病例当中 有一个人是吉达州有症状筛检中被发现的 另一个人不是马来西亚公民 他是来自武基加利尔移民局扣留营的病例 那在这段时间呢 其实我国共有904宗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是从境外输入的 在这一多 这样多的这些900多宗的这个境外输入里面 你可以猜一下 到底哪一个国家是占了最多数的呢 一定是最靠近我们的 对答案就是印尼 真的就是我们的邻国占了32.6% 就是有295宗的 还在第二的呢 就是比较远一点的来自埃及 这个是大约占了10%的病例 再下来一个还是我们的邻国 也是挨着我们靠得很近的 新加坡占了大约8%的这个病例 那卫生总监诺西山就有提醒 新冠肺炎其实存在第二次感染的可能性 他说根据研究 康复者体内的抗体在三个月后呢 就只剩下20% 所以有可能是会再次被感染的 大家不能够掉以轻心了 那当然我们要关注一下北马那边的疫情情况了 吉达阿曼扎亚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加强行管令 警方派出了超过上百名的这些官员 警官还有这个警员就设置路障 确保民众要乖乖的在家中隔离 瓜拉姆拉县警区主任阿兹里就发个文告说 阿曼在野的执行行政上的强化行管令部署呢 一切准备就绪 那军警已经在今天的凌晨12点01分开始执行了 对刚刚就讲我们也是派出了这么多人呢 就是希望可以确保大家呢 这段时间都是好好的 因为有三个地区其实就是有被强制 就是进行行管令的 分别就是根南阿 马娃 还有麦洛的 那这些区域里面它的面积啊 是达到2.85平方公里 涉及超过5000户的住宅区 就是住宅单位 两万两千多个人的 所以呢 卫生局他们就是预料说 需要花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 才可以筛检所有的人 那如果是检测结束之后的居民 他们的左手腕 就会被戴上一个粉红色的手环 而他们的一家之主呢 除了戴上一个粉红色的这个手环之外 还会有另外一个白色的这个手环 一共是两个的 所以只有戴上白色手环的这个一家之主 才可以出外去购买必需品 那如果还有其他的需求 其实也是可以联系执法人员的 除了一家之主之外 其他人都不能够离开你的住家 就是当地的居民都要注意一下 那要确保大家都遵守SOP 执法人员不时都会展开一些突击行动 结果呢 最近啊 警方就在吉隆坡TTDI一家酒吧 逮捕了一名VVIP的孙女 而这个VVIP 现在就证实就是前首相敦马哈迪了 击打前周大臣穆克利兹就坦诚 他的女儿和女婿 就连同其他的27人 在当天晚上是被带到警局 所有人都被罚款1000令吉 而他们就已经支付了罚款 那被问到他女儿被指最久的事情呢 穆克利兹就说他不评论警方官方声明以外 其他不相关的指控 那至于另外一名也是违反行管令的 这个原产业部长凯鲁丁呢 警方是已经传召他 还有其他几名的证人去录取口供的 就是协助调查凯鲁定被指 从土耳其那边出差回国 那就讲回国之后啦 是没有居家隔离的这个案件 武吉阿曼刑事调查部副总监米尔就透露 凯鲁定还有这几名证人是在昨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 去到这个武吉阿曼警察总部那边录取口供 大约晚上11点半左右这样子才结束 大约是三个小时左右吧 而当事人凯鲁定呢 今天呢第一次开声去交代他到土耳其那边的这个行程了 他是这样子说 他说这个行程其实是一个半官方的行程 他还说网上现在就出现要他辞职的这个联署 但是这个联署是很正常的 只不过他要强调自己犯的错只是涉及违反SOP 并没有犯下跟自己工作有关的任何错误 所以他觉得应该就是你不应该叫我辞职 但就是SOP就一件事归为一件事这样的情况 好我们今天现在部呢 是关于等一下下一段我们会谈到的课题 就是巫统和一党的领袖频频暗示大选要到了 那么你来预测这个全国的闪电大选会在什么时候呢 OK就是两个选项 你预测会在今年底还是明年初 今年底的话就可以投选 哇明年初的话就会点选 哈哈这两个选项 欢迎去到988的官方Facebook那边投选 再下段回来 当然就是跟你跟进 关于有人预测 有人建议要大选这件事情了 欢迎回来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湘君 尽管国盟政府是还可以继续执政三年的哦 但是呢最近呢 巫统领袖都纷纷倾向于今年内举行大选的 首先我们来看这位 就是国政主席兼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他就对每日新闻说 国盟在国会下议院只有弱势的113席位 反对党呢就有109席 那国盟看起来其实就是不稳定 而且经常被嘲讽是后门政府 所以阿莫扎西就认为 国盟是别无选择 只能够重新寻求人民委托 避免继续受到污蔑 来让人民去选择 以便国盟可以重新执政 而且阿莫扎西预料哦 来届大选近在眉睫 就是很靠近很靠近 已经骚到眉毛这里了啊 另一方面呢 国政的总秘书兼巫统最高理事 安努亚木莎在推特上面就留言说啊 虽然第15届大选应该在三年后举行 但是政府应该考虑提前举行大选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在今年内 今年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他就说呢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家有机会纠正 西蒙在第14届大选执政之后 所带来到的缺失 这也是人民痛苦的噩梦 而他早前呢 其实也已经有暗示 近期内可能就是举行大选 一直很多人出来讲 暗示暗示暗示 除了巫统之外 其实伊斯兰党那边也是有传出这样的口风了 对伊斯兰党主席哈迪奥旺就说 伊党预测第15届全国大选会提早到 今年内或者是明年年头举行 他说基于过去好几场的补选 国政都拿下胜利 相信这股优势就会持续到来届大选 而且他说国盟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好了 那补选的迎面也越来越大 让到西盟你看都不敢派人上阵 只让独立人士上阵我们明天的补选 对市领序的补选 但是在迎来闪电大选之前 我们应该还要等一个日子的到来 那就是沙巴州选举 因为巫统副主席伊斯迈沙比里 他也是国防部高级部长 他就说沙巴州选举的成绩 是国盟来决定会不会提早大选的风向标 国盟如果在沙巴州选胜出的话 就代表获得民意的支持 可以趁机来提前大选的 他补充民众对现任政府协助他们和应对新冠肺炎的表现 是感到很满意 而且国盟也是全球其中一个表现最好的政府 或许这就是人民所考量的一个部分了 那另外呢 看到国盟盟党之间的这个议席谈判 其实也应该要尽早的完成 这样子才可以去应对大选嘛 阿莫扎西昨天晚上到士林区州选区那边 就为国阵候选人在迪站台之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回应前首相马哈迪的说法 那他就强调 巫统将会上阵所有属于土团党的席位 他指的这个土团党所有是那些跳槽的 他就批评马哈迪所做出的这个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不是基于任何的研究啊 也不是来自任何可靠的消息所提供的一个讯息 根据了解呢 巫统最高理事扎西迪他透露 这个巫统最高理事会去决定 要把所有在第14届大选赢得的席位全部拿回来 包括那些跳槽的议员的席位 并且呢 一席都不会让给土团党 那接下来呢 其实敦马那边就有回应了 对那时候敦马就在脸书那边贴文 就对土团党说 那巫统将会抢走土团党的议席 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所以才调出了阿莫扎西 今天来回应马哈迪 来抨击马哈迪 不过在沙巴州选上面的这个 议席分配的问题 我们看起来应该是有一个定案了 因为阿莫扎西他就有说 沙巴州的各盟党就已经同意 原则上是必须避免三角战 而跟对手要来直接一个正面对接 那至于使用这个标志 来上阵的课题呢 他透露也有一些各方面的同意 就是巫统和国阵成员党 特别是沙巴人民团结党呢 就会在沙巴州选 使用国阵的标志来上阵 那至于土团党等等 那些跟国阵合作的政党 是不是要用国盟的标志呢 就随他们吧 那另外一方面呢 看到阿莫扎西今天强调 国阵对国盟政府的支持 仅限于国州议员 对中央还有州政府的支持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就是因为啊 最近国阵成员党之一的 这个国大党 他就讲 我要加入这个国盟 那在之后呢 他就撤回申请 那就表明说 是支持现任政府的领导 就不是加入 因为他讲 之前讲说他搞错了 他以为整个国阵已经加入 这样子 原来搞错 那今天呢 这个阿莫扎西就进一步补充 国阵的里面的这个 巫统啊 马华国大党 还有沙巴人民团结党 都不会加入国盟 意思就是说呢 即使国盟已经注册 国大党也是不会是这个国盟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的 是 那接着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明天的事情 因为明天8月29号 就是霹雳州 士林州一席补选的日子了 选举委员会今天就呼吁补选的全体 22,749名合格普通选民 在投票日的时候要履行他们的公民义务 选委会也促请所有参与者在这一天呢 一定一定要遵守防范官病的这个法律规定和SOP 那选委会的秘书伊克马鲁丁就提醒了 那些已经收到选民卡 或者是已经知道你的投票资讯的这些选民啊 你们不需要再到选委会的检查站去查询资料 可以直接就去到你的投票站的投票渠道 就是排队投票就可以了 对我就觉得减少了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那你就不用再排队 不用拥挤在一个地方 是比较快的 那就呼吁选民呢 根据各自的这个选民卡上面 鼓励投票时间出门去投票 因为这一个做法就可以避免大家群聚 也可以确保选民维持这个人生距离 那还有一点就是 虽然投票时间是在早上8点到下午5点30分 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赶last minute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赶last minute的 而且要记得 因为现在有这些SOP 包括人生距离可能会耗很长的时间 所以这些情况下 你必须要早点到 不然的话等一下你就错失投票的机会 而且最好的还是根据这个时间表 毕竟他们进一时间就把你的时间都错开了 那今天其实也是投票日前夕嘛 各阵营都是趁着最后一刻就是去拉票 前首相纳吉就再次到访这个士林的选区 为国阵候选人争取更多的支持 根据纳吉所发布的这个照片 他所到之处还是依然吸引许多支持者 去到那边捧场的 是非常受欢迎 而且纳吉还记得吗 之前在助选的时候 骑摩托可是没有戴头盔 结果当时就引来交通部的前部长 陆赵福在国会出示照片 批评为什么没有戴头盔 那今天纳吉在骑摩托助选的时候 已经有乖乖的戴上头盔了 也是为了安全着想了 另一位前首相也就是敦马哈迪 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去到士林那边去补选助选的 同样也信很多民众到场 那马哈迪就在演说当中说 如果他支持的候选人阿米尔古赛里 能够在士林州一起补选获胜呢 就能够向国盟政府和大马人民证明 金钱政治是不被接受的 并且有望在来届大选推翻国盟政权 好了今天现在问的问题 就是有关于你预测大选 大家来自己当神算一下 这一个巫统还有伊党的领袖 频频在暗示说大选要到了 那你自己预测一下 大选会落在今年底 还是明年初呢 结果是 你猜看一下 应该是今年底 对的 真的啊 不不不不 你看你又在看错 是怎样 我写对看错 OK 百分之五十五的朋友 其实占一 真的是差一点点 是差一点 百分之五十五的朋友认为是 明年初的 我们再看一下 你对哈哈 是是是 明年初 百分之四十五的朋友呢 就是认为是今年底 预测是在今年底 昨天叫你回去做功课 你没有 下次不要再用这个 下次不要再用 我自己选 明明给你自己选择 然后你还要选一个 你眼盲的一个 我们再强调一次 大部分人是觉得 明年初大选 另外一部分人觉得说 是今年底会大选 那英慧他就发 他就认为说 越早大选呢 其实对乌衣两党有利的 但是对土团党 可能会有危机 所以他觉得 呃 现在肯定 就是有一些人 可能会不愿意解散国会了 OK 提冲线啊 就说除非乌衣土 能够谈好这个选区分配 不然大选应该不会 那么的闪电 搞不好还可以拖个两年 春汉也是觉得 要先等这个议席 先谈判 然后呃 毕竟这是一个很难的课题 诶 听对来是觉得说 应该会到任期满之后吧 不过Win Wong 他就讲估计是明年 估计 还有吗 这个是呃 这个 就觉得土团 应该不会想这么快闪电大选 然后 OK 他就说希望 他不是预测 希望是明年 因为他才刚刚达大不久 哦 刚达大吗 OK 奥飞是觉得呃 这个 呃 妹妹妹 还有什么吗 我看到 CV 他就说 竟然没有都不是的选项 我们就讲闪电 大家在预测 哦 所以那 就觉得 也有人觉得 可能不会 有这个闪电大选 对 刚刚我们念的很多都是这样子 那 安斯维是觉得 他就讲说 不管什么时候了 反正是不会浪费时间去投票 都可以这样子打 嗯 如果你有投票之后 你还有资格批评 你如果没有投票的话 你连批评的资格都没有了 你看香军给大家今天的名言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新闻线 我是冠仙 我是香军 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下星期再见 哦